有一个赛马节 赛马节的时候就在这片草原上举行 其实牧区会的牧民会带上帐篷 到这个地方来站上帐篷 在这里举行赛马活动 赛马活动主要是有一些竞技活动组成的 主要有跑马比赛 跑马射箭 跑马射哈达 跑马射哈达 然后拔河比赛 跟巨师等于一些竞技活动 那么这个赛马节的话 一般会持续几天的时间 场面是非常热闹的 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们还会燃起篝火 跳锅装唱葬歌 是一个非常欢快的节日 赛马节就在这里举行 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 所在的那个县城叫当雄县 也就在我们车的后方 车后方的县城 这县城不大 但是当雄县是属于蜡曲跟拉萨 交界处临建处的一个县城 属于拉萨管辖 就在当雄县城这边 由于它相对来说比较偏远一点 它绑持着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习俗 比如说像我们赛民族在过去 它有一妻多夫字和一夫多妻字 一夫多妻字这样的一种婚姻关系 就是保持着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 那么到现在为止 当雄县城这边仍然存在着 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这种方式 但主要的呢 赛民族的婚姻的这种形式呢 主要还是以一妻一夫为主 就是一对一的 也是以自由恋爱的这种形式 主要表现出来是以自由恋爱为主 你们看到前方那个黑色的帐篷 我们就是用毛牛身上的那个毛鞭子的 Chukuru做的 啊